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炒一盘漂亮的花生米 它还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叫有腾姑娘 花生米买回倒出 稍微这样挑一挑 然后呢 在缝里这样飘一飘 开火用中式炒锅最好 我们先放油 可以稍微富裕一些 但也不要太多 因为炒锅花生米的油就不能再用了 冷油花生米就可以下了 就用冷油慢慢炒 炒花生米一般分三个阶段 听它的声音是有落到强 再回落 如果花生米比较潮湿 那么它的分阶线会比较明显的 开始的时候 火也可以稍微大一些 动作也可以慢一点 两两三分钟后 它就会有 丝丝丝丝丝丝的声音 这是油一点一点 在变热变烫了 带下来 它就会起响声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火变小一点 翻炒的动作也要加快一些 它的声音 它的声音是由落到强 所以家里有经验的老人说 炒花生 炒花生其实是用轻的 眼睛看不见的也可以炒 差不多再一个三四分钟 它就会变啦叭啦叭啦 煲得最响 这个最响的时候呢 就快好了 继续快炒 然后一缓缓 它就悄无声息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离火 但是还是不能停的 还要继续翻 这样持续个一两分钟 这样才保险 否则它现在的热度很高 你不给它翻一翻 它坨在一起 就会继续升温 那装盘后 各家有各家的吃法 有撒糖的 有撒盐的 但是原味的最好保存 放入密封的罐头里面 可以保存很久 不回软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 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